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每次小编去电影院看电影都会站在爆米花的筹筑 因为大同比中同划算 但大同又吃不完 最后还是按照贪小便宜的经历买了大同 顿时觉得自己值翻了 绝对是居家能手 但我真的是买到就赚到了 这即使就是上下的技巧 他主要目标就是要卖出打位的爆米花 并且这才用了诱饵效应 所谓色诱饵效应 是指人们对两个互相上下的选项进行选择时 因为第三个幼儿的加入 会使某个旧选项显得更有吸引力 并且关于幼儿效应其中一个经典的案例 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地域定价实验 幼儿效应靠的就是消费者的比较心理 该效应最简单的引用就是 每次消费者把商品的价格与参考价相比 又或者再看到某种商品 有促销活动时的促销力度相比 但真正想卖的目的背后 设置一个箱子的自由选项 以趁多目标的优质处 但是道理我都懂 那怎么认清项家的把劲呢 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源于非理性的消费经历 一致非理性的消费经历首当其冲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其实还是理性的消费比较好 只卖自己所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